有很多人發現 某一處也有拍到濾鏡 也有鬼臉 欸欸欸欸 為什麼 這邊有拍黑的 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沒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現在發現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 Shirley看前台遊戟海 Jeky姐 Shirley在旁邊 對 他們在旁邊休息 那我們今天要拍什麼影片呢 不知道大家看了 我們用狗狗濾鏡在工作室 是測鬼的那部影片了嗎 一定都看過了吧 沒錯 我們今天呢 我想要抱抱 其實這集很適合抱著秀弟弟講 1 2 0 1 啊 你被我 好 沒錯 就是呢 我們今天要來拍的是 測鬼失策的後續 今天那個影片有兩個地方 是我們拍完之後才發現的 我們當下都不知道 對 而且我們還省片喔 就是要上片之前 我們還是已經看過 完全沒發現 是觀眾發現的 對 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們只能說 螢光腸炸雞的眼睛真的很利 太厲害了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部影片上方的留言 就是我們這個 都市傳說 然後挑戰用狗狗濾鏡在工作室 撤鬼的這個影片 留言超多 對 因為呢 有很多人發現 某一處 也有拍到濾鏡 也有鬼臉 然後我們沒有發現的 對 其實第一個是 大家都知道我們這個影片 重點是那個床上對不對 對 那個我們當下都不知道 我們看毛片才發現 然後第一個點呢 是上片之後 觀眾告訴我們 我們才知道的 而且我們才回去那個秒數那邊看才知道 對 所以其實當下拍片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 這兩個點我們都不知道的 好 那我們其實越講越 有點毛骨悚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床上應該就不用看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那我們馬上就來看那個 觀眾留言說 我們來看一下留言處 喔 有一個觀眾留言說 5分16秒 漫波發現有狗臉 5分16秒是哪裡啊 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好好笑 天花板都沒事喔 剛閃一下嗎 有了對不對 再回去再回去 真的有真的有耶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真的自己看都沒發現耶 對啊 對啊 我們唱片後才發現的耶 我們再看一次 好好笑喔 天花 真的有耶 下去了 下去了啦 天花板是在我們冷氣下方拍到的耶 所以那是在牆壁嗎 還是 我不知道耶 可能是在冷氣下方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巧合 可能是有像人臉的地方被偵測到 偵測到五關 對 我靠啊 這個我完全不知道耶 然後 第一個的那個臉是 床那邊對不對 我們再給他看一下 大家一起看過的這個 在床上拍到的鬼臉 有的話才可怕的嗎 哇 這真的很可怕對不對 因為他就是閃了一下 我們當下都不知道 我們肩甲這兩點 當下都不知道 所以 我們看到毛片的時候真的是 我們大概驚呆了大概 20秒有沒有 真的有耶 我們當下都不知道 超扯的 然後後來我還很慶幸的說 都沒發生什麼事 很開心這樣 對啊 結果是有發生兩件事耶 有的話才可怕的嘛 可是我床上那邊怎麼會有人臉啊 看起來不像有人臉啊 有你就有像人臉的地方嗎 其實我看不出來 因為他就是只是棉被 還他有一些皺褶什麼的 對啊 可是我覺得 那種綠菌 他應該是會已經精準到 可以測到眼睛跟嘴巴吧 這三個東西要同時有吧 兩個眼睛一個嘴巴 他才會有出來啊 居然會有耶 我們真的是蠻蠻嚇到 因為我們那天拍攝的時候 我想說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事發生 因為狗狗濾鏡就是要拍到人臉 才會有顯示 結果沒想到就發生兩個 靈異事件 這個我們真的不是誰就是 當下的意外發生的 這是事後發現 對 那我們今天這部影片 也是真的蠻意外的 點閱蠻高的 讚 謝謝大家 對 看完記得要訂閱喔 謝謝 對 那這部一定要百萬點 因為不然我晚上睡不著覺 好 那我們今天看了這兩個點對不對 那我們馬上 回到事發地鐵 我們去看一下究竟 到底是怎樣 我們那個床跟天花板那邊 冷氣下方那邊 再看一次再看一次 冷氣下方到底是哪個點 他剛剛真的閃很快 我還講天花板都沒事喔 結果有事 好好笑喔 天花板都沒事 好像是有點接近那個 廁所門的那邊 在廁所門的上方 其實看不太清楚耶 好好笑喔 對啦 在廁所門那邊 然後下一個就是床那邊 那我們馬上回到 事發地點吧 我們來看究竟發生什麼事 Let's go Go 好 沒錯 我們現在來到我的房間 就是我們那支影片 第一個 我們沒發現的靈異的地方 就是我的 床 好笑在這邊 對對對 然後地下在後面 我記得我那時候是拿狗狗濾鏡嘛 然後我在那邊邊講話 然後就是錄到 我記得網上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 而且你也沒發現啊 我根本不知道 因為我那時候好像在邊講 我就 就一個狗狗濾鏡 那個是我拍完片才發現的 好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 最近這個棉被有什麼問題 這是你平常在睡的棉被 走在那邊有辦法彈看 秀很喜歡 這個棉被怎麼會有東西啊 秀完這個東西嗎 好可愛喔 秀完說 這個床很舒服啊 這個棉被很舒服 哇哨 啊 走走 好可愛 地點過來 地來 地來 你們來看這個棉被 地點掃掉了 地點掃掉一波 地點掃掉了 就是這個棉被呢 拍到狗狗濾鏡 那我們不知道 究竟是巧合還是發生什麼事 好 那我們這個地點看完了 棉被我們目前是覺得沒什麼事 那我們就馬上去看那個 天花板那邊好了 廁所門那邊 究竟看到底有沒有什麼人臉 會不會那邊擺有一個人臉啊 就是很像人臉的地方 你說剛好有一個五官就對了 之類的 好我們過去看 Let's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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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呢 我們來到了客廳 那時候我好像就在這邊對不對 那時候好像是 拍完這邊 嗯 然後我就想 好 那晃過去的時候 那邊 有藍臉 好黑 黑的耶 為什麼 等一下 這邊很快黑了有沒有看到 為什麼沒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我現在發現 它這只是木頭紋 它是這邊剛好有一個人臉嗎 我看過出來耶 對啊 這有180啊 這狗200吧 所以我才摸不到 你剛剛說什麼 我180啊 那這邊200啊 所以我摸不到 我從來拿布紋了 我被問到 我記得是這個點對不對 這裡 然後有一個狗狗濾鏡對不對 嗯 哇靠 沒東西啊 我現在有懷疑的點就是這邊 我不知道怎麼會黑 可是好像也沒代表什麼事情啊 是觀眾發現了 是棉花糖炸雞 眼睛很厲害看到的 對 超厲害 好 應該不會有了 該不會還有吧 可是大家可以在下方補充 那邊沒東西吧 狗狗濾鏡就是 它會偵測到人臉才會有那個濾鏡啊 對 而且是要剛剛好有五官 那這裡怎麼可能有 嗯 開玩笑 你看 完全沒有地方可以偵測啊 棉被可能還輕有可遠 有那個 皺褶有點像人臉的樣子 那這裡是挖就什麼都沒有 好真的是非常吊詭 嗯 好 我們現在呢 看完了這兩點 大家看完有什麼想法嗎 我們覺得 棉被也是巧合 這個我就不知道怎麼講了 這個就有點難解釋了 對 棉被有可能是巧合 也有可能是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這裡呢 就真的不知道怎麼解釋了 有沒有專業的靈媒 專業的髮師幫我們解釋一下 為什麼 這邊會有濾鏡 還是我們去那個風水 我們找風水專家來 對那個什麼 風水有問題那個節目 不是說可能 節目中水有問題 他有差的問題 現在反進去了 現在說好可怕 那邊會有那個人臉 卡娃伊 他很喜歡狗屋耶 對啊 他喜歡那個箱子啊什麼的 好沒錯 那我們今天拍完這個 那個測軌實測的後續啦 那我們今天就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那時候 拍完片當下沒發現的兩個點 就是床上那個 狗狗濾鏡嘛 還有 天花板的那個狗狗濾鏡 那我們 其實到現在還是覺得蠻詭異 蠻吊詭的 不知道怎麼形容 不知道是 發生什麼事情 也不知道怎麼解釋說 為什麼會拍到 對啊 就是 我們自己目前覺得 棉被有可能是巧合 但是天花板那個 真的是不知道怎麼解釋 他真的就是閃一下就沒有了 對啊 他真的是蠻意外的 就不知道他是 偵測到什麼東西 對 所以呢 希望我們都能平安 好 第二這裡 學在這裡 那我們也希望 以後我們的 生活啊 頻道希望都能 順順利利 對 那希望 他們是好意的 我覺得是好的 那你咧 你是好的嗎 我是 漂亮 你是壞的 Bad girl 我是漂亮的 我是醜的 我好醜 過了 貼包包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 後續就到這邊啊 那如果 以後我睡覺 還有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我會再跟大家講 對 如果我記得發生什麼事 我手機馬上拿起來拍 對 因為那個棉被就是乖乖的嘛 那是我目前睡了這幾天 就是大概前天拍到現在嘛 沒什麼事情 目前都沒有 我覺得都睡得很安穩 你都是秒睡那種對不對 我是上場都秒睡的人 所以目前沒什麼事 那 我發生什麼事 我會在IG跟大家講 所以大家記住我們IG喔 一定要追蹤我們IG喔 對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後續就到這邊啊 那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開小鈴鐺 對 然後記得追蹤我們IG喔 一定要追蹤 好 下支影片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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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 快喔 掰掰 如果按照片 我們不會再按照片 再按照片 我們會把它收到 跟著 看照片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